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秋库 那么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我上次有一期视频里面说到的婚前同居这个问题 那我视频里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是找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结婚前如果说你想对未来自己的另一半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或者说你想对未来双方生活的匹配性做一个考量 那么不妨可以试一下试婚 也就是说婚前同居 话音刚落评论区就有很多朋友 把我两只非收堵的女光跟我说 说什么既然都同居了还在考虑未来要不要结婚 那如果不结婚的话这女方不是吃亏了吗 坚决不能苟同我这个想法 还有的网友说这不是非法同居吗 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是指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 在和他人同居 这才是非法同居 两个单身狗在一起不能算非法同居 当然网友提出这些异议 我觉得也无口厚非 毕竟一直以来反对婚前同居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毕竟张三李四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我们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那在这边我也来谈谈我对婚前同居的看法 不过在这边我先事先声明 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 免得到时候我站哪边了 对面的人要朝我丢臭鸡蛋了 首先我先站在同一婚前同居的这一方说一说 来说一下婚前同居有哪些好处 婚前同居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尽早的了解真实的对方 很多人其实婚前婚后的表现是差异很大的 谈朋友的时候一周只见几次 见面基本上也是展现出比较好的一面 也没有生活上的一些交际 所以你是很难发现对方的缺点以及是习惯的 但是同居后那就不一样了 生活上的很多细节都会暴露无遗 这个是你再当心也掩盖不了的 因为你同居之后双方接触的时间长了 你如果是一个脾气很差的可能就会暴露无遗了 还有包括在开销方面家务方面都会体现的比较清楚 你是很难掩盖的 所以婚前同居的好处就是可以很及时的发现这一些端倪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提前感受婚姻生活 减少婚前的一些焦虑 那很多电视剧里面或者你身边会看到很多 有些人结婚前会很焦虑 毕竟即将要开始的是崭新的生活 一切都会变得比较陌生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脱离了父母 你会不确定对方婚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匹配度如何 这时候有些人可能心里比较脆弱的 就这些问题反复在脑海里面滚动 搞得人整个都抑郁了 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这边需要声明的是 以上这两点同居的好处都要基于双方同意 还有双方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 像网友说的非法同居肯定是不行的 那说完了婚前同居的优点 再来说说它的弊端 那就像很多网友说的 那双方同居了之后 万一之后一拍两散了 没有结婚成功 那么女方不是吃亏了吗 那这里倒不一定说是女方 双方可能都会有吃亏的情况 这里肯定很多人要说肯定是女方吃亏多一点 这个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每一对恋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肯定是双方同居之前 都要自己先考虑好 如果说觉得同居后 万一分手了 对自己的声誉或者是其他方面有影响 又或者是你怕留下阴影 那就我觉得不要轻易做这个决定 就做这个婚前同居的决定 可以好好的考虑清楚 反正总结的说 我觉得婚前同居还是要谨慎对待 不能随随便便的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对于婚前同居这个话题 是怎么看待的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这位